《腰背》 腰背問題 會影響到神經痛 可以很影響到他的生活 會很辛苦 例如脊骨 或者寬關節 本身的關節比較深層 如果用傳統手術來做 創傷也相當大 想找陣計和你照顧素描 最重要是和病人溝通好 制定一個最適合的手術方法 隨著人口老化 需要越來越大 其實需要越來越大 我們醫護人手並不是特別多 但是北區醫院的醫護人員 我們嘗試一心 去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本身我自己有點麻痺 已經走得不太好 加上腰骨砸了神經線 令我會一路痛一路鼻 那個關節是退化得很厲害 直接是擠壓到神經線 推到左邊 將骨刺 黃印帶 完全清走 直到我放鬆了神經線 用金屬來搭支架 撐回腰骨 如果我們有些新的儀器 我們可以用一個小一點的傷口 做這個手術 病人術後 傷口痛楚的程度會減低 就會早點出院 早點回復正常的生活 因為我小傷 來到這裡就是做眉床 主要都是做直腳多的 我做了多少次手術 三次 現在我連襪都不用穿 我可以走到 不穿襪都可以 我看看腳 暫時都可以了 走上來 因為這裡有一個枕 是的 最難處理的是 它是一個變形的腳 而周邊的皮膚都不好 其實你開刀的傷口 應該放在哪裡呢 一放在地方 全部都是已經消傷壞死的皮膚 因為這個原因 轉它過來這邊做 我們就用一些 相對上小的傷口 用一些耐視鏡 或者眉創的脊骨術 就幫我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它以前 剛才來健康的時候 它的腳是抹開來走的 現在做完之後 它就可以好像平常這樣 平排一腳這樣走 母子外回矯型的手術 是用一些相對上 比較小的傷口做 這個方法是這間醫院讀錯的 因為在內視鏡底下 看到的東西是放大了 所以我希望做一些 比較精細的矯型 而經過我們的醫院 發展了的內視鏡手術 是超過100個的 我們在國際醫學文獻 已經出了232張報告 在世界的骨科舞台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領導的地位 例如外國的一些骨科醫生 來到北區醫院去學習 或者是我們醫生去到外國講學 都看到他們的成就被肯定 大家都希望是貼近病人的需求 所以我們希望多一些新的儀器 令到我們可以將手術更加精細 和在一個更加少創傷的環境大下進行 作為公立醫院 因為始終經費都有限 就算我們在本地 或者外國的學術交流的時候 見到有這樣的發展 我們都未必即時有這樣的資源 可以構制到這些方面的儀器 有這方面的儀器 學習了、練習了 然後才可以真真正正 令到病人得到益處 但如果試都不試 病人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如果能夠有額外資源買到這些儀器 受訓的醫生也可以在考試之前 接觸多一些這類手術 更加可以走入直路 踩進油來提供服務 你那條腰骨 就落了四口螺絲 一塊假骨 其實現在的新方法 不用那麼長 即是在背部開幾個洞 就做了些事情 醫療的設備 來減輕了 病人的痛楚 我覺得是很好的 全世界都要不要打仗 研究這些事情都要好 所以說了很多人 不需要令人那麼痛苦 他那個情況厲害 他那條腰骨 這麼多折都有事 所以跟他做了這個大手術 八口螺絲三塊假骨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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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原來 覺得好像關心病人 好像一家營一樣 我很感謝他們 真的很不一樣 他們是很有愛心 很有心機 很多時候都會很有耐性 我都很感激他們 多謝他們 因為我遇到問題 他們會和你逐一回解決 分析得很長 很溫心 我來講 給你一個 entirel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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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